这里不是好名的私人领域之中 也不是别的城外 明明是迷雾重重的荒郊野外 可江诺却觉得这里无比亲切 这里是洛阳城的城外 丫头回来了也不先抱我平安 知道我没有多担心你们吗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迷雾中响起 白灵从迷雾中缓缓走了出来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来了 江诺有些意外的闷 其实算起来他们也就只有十天没见 只是这些天里发生了太多事情 让江诺有种恍惚隔世的感觉 是城主觅我前来 我只是来谈地消息的 白灵说罢挥了挥手 只见光影之中出现了李举的身影 既然已归对来城主府吗 光影之中李举的表情有些忧怨 江诺这才意识到 李举是无法离开城主府太远的 所以他才让白灵送来了消息 不过眼前的两人却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果然什么事都满不过丫头的眼睛 白灵一看江诺的表情便知 他摇着头无奈地笑了笑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参加了什么副本 秦仙也看出了一样 没错摩天倒影的美目 我们都能看得见 姐姐的表现 幕后之人不可能是白灵和李举 这也是我爱寻你们的理由 安全起见 你们还是跟着我回城里吧 白灵收起了微笑的表情 江诺自然知道轻重 他点了点头 好 庄园是暂时回不去了 不过因为有白灵的带领 江诺与秦轩不过 瞬间就来到了城主府内 大殿之内除了李举之外并无他人 你们姐弟相聚 自然有话要讲 我明日再来 白灵却不打算跟随进入殿内 你知道了 见白灵点头 江诺心中不免有些惊讶 李举竟然把他们是姐弟的事说了出来 这足以看得出来 李举非常信任白灵 不过眼前意识傲气的李举 却否定了他的想法 并非是因为信任 而是因为我的实力在他之上 但凡他生出二心 我气而易举的就能将他挫骨扬灰 江诺听后有些无奈 对对对 我知道你很厉害 其实白灵为人虽然贪残 但种种事件都已经表明 他并非是奸命之人 在洛阳城陷入危机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在城主府外围持 恐怕城内早已大乱 所以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 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看着白灵远去的身影 江木又问他们采放出副本 白灵就找到了他们 就仿佛已经知道 摩天岛已经被通关了一样 想起副本里那些摄像头 江木已经猜到了几分 你们被带入了禁忌副本 李举举回答道 禁忌副本饶是消息灵通的秦宣 也是头一次听说这几个字 没错 禁忌副本随机挑选各个诡异城中的人类参加 除了难度被增加之外 副本里的一举一动都能被看得到 李举说完 江木这才了然 怪不得我在那里面的感觉如此怪异 所以王立木果然并非副本中之人 江诺越发后悔 又早些杀了王立木 他显然是知道魅目的人 他们去让这个看戏之人跑了 正如姐姐所猜测的 他虽然无法创造那样的副本 但却是摩天岛的推荐人 也就是投资者 禁忌副本的通关率越低 推荐人的酬劳就越高 而摩天岛因为各种不合理的规则出现方式 已经成为了通关率最低的一个禁忌副本 应该早点杀了他 秦先说道 有人不想让我们通关 江诺敏感的注意到了什么 为什么通关率越低 酬劳就越高 是因为有人不看好参加者 这不是很正常 禁忌副本本就是一个娱乐项目 此的人类越多才越好玩 当然了 我对此毫无兴趣 因此之前的赏赐 洛阳城一直都没有参与 见江诺表情不太好看 李举联盟表示 此事与他无关 就连这次也是江诺和秦萱无故被卷幕其中的 作为城主 此前他从来没有多看过这个项目一眼 禁忌副本是家族的人举办的 江诺问除了他们 还有谁那么无趣 李举联冷笑道 他又走向秦萱问 秦萱 你找到了我的姐姐 是吗 秦萱点了点头 他知道他说的是 六日前发生的那件事 目前我还不知道那人的真实身份 他们只知道带走江诺的人是好宁 也是此前来的审察官之一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好宁的身份另有其人 如果我能离开这里 一样也能找好姐姐 李举低头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江诺却从他的话中听到了些许落寞 他的身份应该不难查 这时秦萱说道 只要动用些关系 说不定很快就能查出来 好宁到底是什么人 却听江诺说道 不用查啊 我知道他是谁 是谁李举抬起头来呢 是陆忧告诉你的 秦萱立刻猜到了缘由 他知道两人之间一定说了些什么 只是没想到陆忧那人的真实身份都如此清楚 江诺点点头 之所以没有在副本里告诉秦萱 也是因为他不想让秦萱过多担心 好宁的真实名字叫宁海婷 我的妈妈叫宁海珠 江诺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解释道 他看着啊 李举 虽然李举仍然习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 但是这些天以来 他脸上的表情已经丰富了许多 就像他现在 像是在愤怒 又更像是在担心着什么 宁海婷 宁海珠 很容易就能推断出来两人是什么关系 正如同路幽亲口所说 宁海婷是他的舅舅 同样也是李举的舅舅 他们终于找上门来了 他们终于先找上门来了 也好也好 我会去杀光他们 这一次我一定会去杀光他们的 李举听后表情已经变得猙獰起来 不过也只是片刻之间 他便在养人面前化流了小曲的心态 江默没有意外地看了看时间 果然已经到了小曲干五睡的时间了 孩童半大的身体用哥哥支撑地坐了起来 小曲困倦的表情变得有些迷离 像是想起了什么 又发狠地说了一句 他们全都该消失 看着已经熟睡的小曲 江默顿时觉得有些梦名 不过他还是让秦轩将他放进了床内 小曲的床像口黑色棺材 既然你都知道了 下一步打算该怎么办 秦轩问之前他也听说过 诡异家族内部的争斗非常严重 能够在诡异家族中立足到 一般都是强大的古老大鬼 江诺望着床上的小曲 他不知道他刚才为何反应那么的大 但还是说道 我也不知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他才来这个世界不过一年 大多数的时间都用来通关副本 至于诡异家族的事情 他是一概不知 也许你的父母就是为了躲避他们 明海珠和江天河这么费尽心机的 或许他不应该泄露我身份 江诺说道 就在这时 轰荡荡的大殿内传来了一阵声响 江诺的肚子已经开始抗议 时间已经是午后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吃上午饭 安全屋里 江诺在看到后院里又渐渐开始变了拥挤的秦舍之后 才想起了自己的那几个契约诡异 也不知道十三娘娘他们饿不饿 江诺自言自语道 从赤月城事件之后 他就没有好好再给几个诡异进补了 好在安全屋的机制给力 现在的积压数量又开始数倍翻增了 看起来已经够他那几个契约诡异 吃上一段时间的气血大餐了 诡异就算饿一段时间也不碍事的 导师你快过来吃饭吧 秦轩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后院的门边 他熟练的解态身上的黑色围裙 餐桌上已经被他摆上了几道丰盛的菜肴 有现炒的青菜 也有之前做好的咖利基等 这么快就好了 江诺感慨秦轩的速度 更感慨他似乎比那几台家务机器人还要好用 不知道自己的功能已经高于机器人的秦轩 也拿起饭了陪他一起吃了起来 之前趁你睡觉都准备好了 这里很方便 提前做好也不会变成剩菜 秦轩说道 安全屋里现成的菜肴虽然还有很多 但是他认为那些应该尽量用在紧急的时候 因此每当江诺睡觉的时候 他都会尝试着多做几道菜放在货架上 但鬼基本上不用休息 我应该早点带你来这里的 江诺笑道终于吃来了一顿饱饭 江诺没有忘记给众生的吴震等人报了平安 众生的群中一瞬间便热闹了起来 白师 翠 张楚月 你终于回来了 就知道你一定没事 吴震请搁和你 都没有受伤吧 江诺 我们一切都好 这两日会抽空去店里 白师翠还好还好 我一直在用休息卡等你回来 还好等到了 张楚月临槐的福祉果然很灵 只不过他现在进了副本里面 吴震店里也一切都好 诡异军团那边也不用担心 从众生的群里 江诺也得知了自己的几个诡异 最近都守在庄园里等着自己 而秦轩也很快就收到消息 总署有人要见我 总署是谁 江诺随口问道 难道是洛阳城的汤部长 不是他是段应辉 秦轩看着手中的信息 竟然是总署署长段应辉吗 是他 江诺也有些意外 你知道他 秦轩问 不知道或许他是因为禁忌副本的原因 想要见我 不过也正好 江诺吹下了眼眸 他正欲想办法联系上总署 秦轩所提到的署长段应辉 在那本书中曾多次出现过 但他却是书中的反派人物 也是男主叶凯安的宿敌 他所记得的内容并不多 只知道段应辉是个体弱的人类 如果不是因为体弱 或许 叶凯安和苏曼雪永远无反应过他 江诺还记得书中说过 总数最艰难的那些日子 都是靠段应辉在撑的 所以在他看来 叶凯安和苏曼雪两个人 只是摘逃者而已 嗯 正好就算 你能和宁家家族相安无事 我们也要先下手为强 秦轩已经回复了信息 他们和段应辉的见面 那些是一大盆剥了壳的水煮蛋 以及一盘又一盘的烤鸡和烤牙 小曲立刻意识到 江诺已经离开了 这些是他留给自己的食物 他光脚走在地面上 走到了桌前 一只烤鸡被吞吃到之后 小曲的身体 已经顺利恢复成了成年人的模样 他伸开手掌 手掌里多了一道半透明的影子 那道影子正惊恐地盯着他 看起来很快就要消失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你还想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家族的事 你知道多少 李举边吃边呢 我怎么可能知道家族的事 既然你已经看过了我的记忆 就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死的 我被那个人杀了一次 又被江诺杀了一次 你还想要怎么折磨我才可放过我 女人低头看着自己叫消散的身影 神情有些哀求道 吃着水煮蛋的时候停止了动作 李举看向手中的影子 你提醒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为什么杀死你来着 哦对了 是因为你抢了姐姐的东西 他杀了你也是因为姐姐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想起自己惨死的经历 女人对时愤恨了起来 我再说一次 我叫苏曼雪 前世我是被八荒城城主所杀 可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杀我 我还没来得及报仇 你放过 我就算是做最低级的诡异也可以 苏曼雪抱着脑袋蹲在一旁 他在被诡异精团分食之时 好不容易靠法器保留了一丝残魂 可刚拥出去就被李举抓了个正照 他知道李举在审判局中看过他的记忆 但他不知道李举为什么也那么的讨厌自己 再这么折磨下去 他的最后一缕残魂也要没了 你不知他为什么杀你 哎呀 杀你的不是八荒城主 是他啊 姐姐要是知道你还存在 也一定会生我气的 所以你再死一遍吧 理一举说完 轻而易举的捏碎了那道激进透明的影子 江诺回到众生的时候 杂货铺的门前又排了场队 不仅如此众生诊所里的声音也多不少人 特别是杂货铺门前排队的那些人类 他们不住的朝店铺里面张望着 江诺看到他们几乎人人手中都拿着或大或小的容器 主人你回来了 梦迷最先发现了江诺 他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了上来 这些人江诺还未来得及问出 便听一道声音回答道 他们其中有一大部分都不是洛阳城的人 最近沙漠副本和干旱副本盛行 水资源稀缺 他们都是来买水的 白石翠双眼亮晶晶的望着江诺 江诺忍不住微笑了起来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还有什么情报 山楼跟我说说 白石翠性情不错 又是个包打听 很快就将这些天洛阳城的变化都告诉了江诺 不知道为什么 三月前城里开始涌入了不少外城的人 他们都是通关了副本后被传送到洛阳城内外的参加者 不光如此 以前城内的人类也有不少通关后被传到其他地方去的 听说是打破了各个鬼异城的地位 以后资源和副本都可以共享 共享副本吗 江诺没想到仅仅几天而已 诡异世界就已经变化得如此之大 我也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不以前不共享 偏偏现在开始了共享 白石翠也是一副疑惑的表情 这样的改变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不可抗力的事 并非人为我们只能慢慢观察 江诺说道 为本书中并没有提到过共享副本的事 可见现在诡异世界的发展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你上次不见之后 有一个信龙的先生过来找过你 我们没敢告诉他太多 他游下了这个 让我转交给你 白石翠拿出来了一只木盒 木盒里面的东西江诺并不陌生 那是一块白色的石台 石台周身被一团白雾笼罩 这是一种高级远落器 江诺端详异这块东西 此前他和秦轩一同在赤月城捡漏的时候 也在断天缝的所有物理发现了这个东西 他还从未使用过 信龙的先生 应该就只有龙远泽了 江诺还在盒子里发现了一张连络器的使用方法 右下角的署名正是龙远泽 因为怀疑是和父母有关的事 江诺立刻拨动了龙远泽留下来的那尺号码 但却只听到了一串盲音 有可能再盲罢 回头再试试 白石翠说道 恩江诺收起了连络器 接下来他还有不少事情要忙 除了给杂货扑补货之外 秦轩在临走之前 还给他留下来了不少药品 这些药品都是众生诊所最缺少的东西 张楚月见到江诺更是兴奋 说说看你这些天去了哪里 被迫去了一趟经济副本 江诺没有提及好能抓走自己的事情 只是简单的讲 摩天岛的情况都说了一点 怎么还有这么变态的副本 这种机制违背人犬啊 万一被人看到不该看的该怎么办啊 张楚月又是震惊 又是难以置信的说道 闯关还被人莫名其闹的直播 也不知道是哪个变态想出来的东西 禁忌副本是怎样的副本 吴震推了推眼镜 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副本 禁忌副本的特征其实很明显 江诺不打算隐瞒 毕竟面前的几人都是他认可的同伴 禁忌副本里的参加者全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还有无处不在的视线以及坚实设备 也就是说是难度加大的五星级副本 白师碎问如果可以话 他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遇到这种副本 能否遇到这种副本全看运气 导师你们今天可以早些下班 江诺指了指楼上 几人立刻先领神会 江诺至少请客吃大餐了 怎么没见情歌 吴震这才问道 他有些事要忙 我让他先回去了 江诺回答道 吴震几人不要任何工资的替他守着店铺 因此只要一有机会 他都会拿出佳肴来犒赏大家 直到傍晚时 他才回到庄园 看着齐齐守在庄园门前的几个齐约诡异 江诺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以前几个诡异都是很少走出小梁楼 主人被人抓走了 是我能被尽到职责 主人可以抽走相应的酬劳 霍将军回答道 江诺有些意外 诡异都这么有责任感的吗 不怪你们是对手太强大 江诺摆扮手 走进了自己的庄园 礼物之中的庄园看起来有些阴森可怕 庄园里只有一栋小梁楼 不过请客之间 小梁楼的旁边就多了一栋白玉般的崭新楼房 你们也饿了吧 江诺走进小梁楼内 拿出了数百只鸡鸭 谢谢主人梦里舔了舔嘴唇 他们的确饿了 总算是回到了安全屋 没有了秦轩在 他竟然有些不习惯这副安静了 手机里有秦轩发来的信息 江诺回复之后便洗漱一番 换上了舒服的睡衣 后院里有机器人在自动看管 或加上做好的烤鸡少了几十只 那些都是被他拿去送给小菊了 小菊不吃生肉 于是他又将一些腌制好的积鸭 放进了烤箱之中 干了所有事情之后 江诺莫名觉得愧意来袭 此时已经是夜晚九点钟 江诺躺在了舒服的床上 很快就陷入了睡眠 不知道过了多久 江诺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 那里有他熟悉的小家 还有熟悉的父母 他的面前是一盘难以下咽的早餐 明海珠和江天河 似乎从来都不会做出像样的食物来 用江卓然的话来说 就是不是人类能吃的食物 诺诺要是以后你长大了 有人来欺负你 妈妈不能来保护你 可怎么办呢 明海珠看着苦了一张小脸的江诺 熟练地拿出了一份 从面包店购买的三明治 放在了他的面前 江诺这才吃了起来 三明治虽然也不是什么美味的东西 但至少能吃 长大了不需要妈妈保护 你只需要在我身边就好 江诺回答道 明海珠似乎愣了呢 随后开心地笑了起来 果然我还是喜欢人类的家人啊 明海珠这么回答着 试着三明治的江诺 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只是长大后的江诺在看到这一幕 很快就察觉到了什么 果然他的父母从一开始 就和别人的父母都不一样 他那时竟然觉得 他觉得父母的表现一切正常 现在你还希望他陪在你身边吗 一道遥远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谁江诺立刻警觉到 他知道自己在做梦 确切地说是入了自己的梦境 可刚刚那个声音 为何他会觉得如此熟悉又陌生 诺诺终于见到你了 江诺身后一个男人脑袋 凌空于黑暗之中 那声音有些激动的颤抖 却仿佛又夹杂着旁人的声音 因此江诺才没有立刻就分辨得出 这分明是江天河的声音 爸 江诺缓缓走过身来 他看到了一张戴着面具的陌生面孔 对方距离他还有一段距离 但他就是知道 这就是他的父亲江天河 我都变成了这样 你还能认出我来 江天河用轻快的语调问道 爸 江诺心动明明有千言万语 但是面对江天河 他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可曾怪过我吗 江天河问道 江诺摇摇头 没有不怪你们 他怎么会怪他们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我的女儿果然聪明的不像人 江天河非常欣慰 所以你一直不见我 是他我怪你 江诺问他不了解江天河的底细 但是他知道他的为人 以及他思考问题的脑回路 他的父亲江天河 是一个偏执又敏感的人 对方沉默了 江诺知道自己猜对了 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 面对女儿于心不冷的质问 江天河老是回答道 是我自己还能复原吗 江诺问我留给你的安全屋 可还好用 像是在故意转移话题 江天河又道 好用的现在你找到我 就是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的意思了吧 江诺又将话题拉了回去 除了担心江天河 他同样也想要知道 宁海珠的下落 江天河叹了一口气 尽技术本的通关者 可以收取来自其他城的奖励 这次你的表现很不错 我都看在了眼里 江诺看着面前这张陌生的面具 面具后面的眼睛 分明是别人的眼睛 与他说话的人却是江天河 爸我知道了 我可以去找你吗 江诺又问 你可以来八荒城找我 不过安全起见 你最好别来找我 江天河回答道 能不能不用别人的身体 说出这么没意义的话 你不是一直想要见你女儿吗 陌生的声音 从同一张脸上发出 江诺微微吃了一惊 却又听江天河 用非常不善的领气说道 谁允许你 现在出来的 我记得这是我的时间 行上行 你的时间 我只是提醒你快一点 没几分钟了 那声音说完后戛然而止 似乎被什么强制下线了 看到这一幕的江诺 此时反而放心了下来 大李举是我的弟弟吗 江诺还是打算求证一点 小举真的是他想的那样吗 你都知道了 那孩子他的确是你的弟弟 你们二人是双生 小举他其实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只是你没有发现他的存在吧 江天河的语气里充满着无奈 怪不得江诺表情复杂 怪不得小举能够在长竹府里 做出以前的家 怪不得小举到现在 仍然在吃人类的食物 他竟然一直在那个家中了 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姐弟 为了防止你们姐弟互相残杀 我们只能将他带回这个世界 只是没想到你们还是相认了 江天河说道 一切都已经明白 江诺往前走了几步 他想要伸手触摸那颗头颅 却怎么也摸不到 还是别摸别的男人了 爸妈只希望你们能好好地存在着 江天河说道 江诺低头浅笑 眼中却已经潮湿 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我会好好活着 每一局也是 我们会等着你们等 江诺知道江天河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颗头颅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再过一会儿仿佛就要消失 回去了有事我还能来 只要你在这里面 我就能感应得到 江天河一有所指地说完 便消失在了江诺面前 看着七黑一片的前方 江诺也转身离开 他在床上睁开了眼睛 看了看时间 此时才不过凌晨四点钟 江诺知道刚才那根本不是梦 江天河的确来找他 他穿上鞋子走出房间 对远处的柜子上 是他自通关后后收集到的奖励 而摩天岛的通关奖励 他还未来得及打开过 江天河提到了禁忌副本的通关奖励 应该是在暗示他什么 因为他知道 刚刚在场的并不只有他们养人 还有那颗头颅的主人 江诺打开了通关奖励的盒子 发现里面果然有多种奖励 安适贪物 一碟休息卡 一盒止血创可贴 净化药丸等等 其中还有几个体型较小的盒子 那些似乎是来自其他几个诡异城的械里 江诺选择了其中那个标友 搭荒城的盒子并打开 里面只有一张卡片 盒子里静静地躺着一张卡片 江诺却当场愣在人底 他吃惊地取出那张卡片 这分明是一张可以召唤出 契约诡异的二次元卡片 卡片上的名称更是让他震惊 那张卡片上竟然写着宁海珠的名字 而宁海珠就是他的母亲 激动又复杂的心情引闹着他 江诺将卡片放在手心 半话不说的便想要召唤出来 卡片并无反应 江诺这才意识到自己还在安全屋里 契约诡异不能进入他的安全屋 所以宁海珠 真的已经变成诡异了吗 小羊楼里早已经酒足饭饱的 梦妮和珊瑚几人看着走进来的江诺 不明白他要做什么 主人外面还是深夜 梦妮说道 我知道 你们在这里受着 我进去一趟 江诺走下二楼楼梯 诡异不需要休息 半楼一直没有被使用 他打算在小羊楼里尝试弃那张二次元卡片 好的主人 几人看着走上楼的江诺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一扇门后 江诺靠在门内 心中激动又紧张 他拿出手中的卡片 像老长一样闭上眼睛尝试弃 很快一阵微微的香气传来 江诺感受到自己面前多了一个人 他缓缓睁开眼睛 眼神很快就定格在面前的那道身影上 哇 江诺难以置信的喊出声音 主人可有吩咐 凝海珠用毫无温度的目光望着江诺 他低下了头 你是服从你不认得我了吗 江诺知道自己问出了多余的问题 他成功的契约了那张卡片 也成功的见到了凝海珠 可他却不确定眼前的凝海珠到底是谁 你是我的主人 主人可有吩咐 凝海珠又问了一遍 但上江诺才道 没有可以让我看看你的手吗 可以的主人 凝海珠伸出了手掌 记忆里的凝海珠一直是个温满的美人模样 眼前的其余诡异 凝海珠和以前的样子重合 我但脸上却满是陌生 江诺看了他那独属于诡异的苍白手掌 只是说道从今天起 你跟着我我会先让梦里装扮一下你 好的主人 凝海珠跟在江诺的身后 随着她的脚步走下了楼梯 江诺神色不变地向梦里几人介绍了凝海珠 日后在外人面前 你们称她桃花夫人即可 江诺说道 遵命 我的主人以及 这类桃花夫人 明珀最先回答道 梦里很快就按照江诺的要求装扮好的凝海珠 面前的凝海珠身穿一身青带色 金颠一群 腰间的白色束腰上点缀着朵朵桃花 长裙显出她的高桥身材 而她的脸上半折着面纱 眉心中的一点桃花 让她看起来神秘又迷人 好看 江诺点点头 赏给了梦里一些冥帝 谢谢主人没有诡异 不喜欢冥帝 珊虎和明珀也羡慕地看着 桃花夫人无需保护我 你们要像保护我一样保护她 江诺又吩咐道 好的主人对主人的话 没有丝毫疑问和芥笛 启明契约诡异奇迹回答道 你跟我来江诺 以前都是吩咐几句就会离开小洋楼 但是这天晚上 她在小洋楼内带了一整夜 她甚至为凝海珠准备了单独的房间 以及各种人性化的家具用品 直到她将那间冰冷的房间布置得足够温馨 才露出了灰心一笑 主人见江诺一直看着她 诡异 江诺仍然没有听明白这道莫名的指令 算了你只要在我身边就够了 江诺苦笑着说道 她打算带着凝海珠去建里去 虽然眼前的凝海珠根本不记得她 但是刚才她看到凝海珠的手心后 就已经能确定 她的妈妈凝海珠 真的已经变成了诡异 凝海珠的右手掌门非常复杂且奇特 小时候的她就知道 母亲拥有全天下最独一无二的掌门 而她刚才不仅看到了那一模一样的掌门 还看到半条规则 不可被家族追踪者找到 规则只有半条 没有后半条 江诺不知道为什么凝海珠的手上会出现规则 但是结合之前她得到的情报 也不难理解 凝海珠和江天和这些年的躲躲藏藏 也许是因为这条规则 更有可能是因为凝家家族本身 家族追踪者到底是谁 江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只能按照那半条规则来尾光并掩饰 主人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凝海珠声音毫无不懒地回答道 我是说不管你认不认得我 也不管你还会不会想起来 你只要待在我身边就好了 以后我会导护你 江诺说道 好的 主人带着面纱的凝海珠回答道 白色的面纱遮住了她的面容 江诺猜到 那下面定是一张面无表情的熟悉面孔 但是她的心中仍然是开心雀跃的 是啊 不管妈妈变成什么模样 只要还在她的身边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天一大早 江诺收起了安全屋 因为不太放心 她特地把凝海珠装进了诡异球中 见凝海珠似乎很喜欢诡异球 江诺这才放心下 她本是打算去见李举 但城主府内似乎并没有她的身影 太刁你们城主呢 江诺问道 这个时间 李举一般都是在城主府内的 城主只说她会回来的 让您在城内等着她 太刁恭敬地回答道 她没有说她去了哪里 江诺觉得有些奇怪 然而太刁只是摇了摇头 江诺无奈 只好让孟米宰着自己先回众生 她已经使用了休息卡 不用担心自己会被拉入副本 前一月的联络器却在此时震动了起来 那是永远则留给她的联络器 江诺还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联络器 拿出来时无意间就触碰到了开关 江诺这几天记得要小心 容远则的样貌出现在了车内 出什么事了吗 这种光影的接线方式 江诺还是第一次体验 不得不说在这个方面 诡异世界似乎领先于人类的科技世界了 摩天岛被已通关了 很多城的人都知道了你和秦轩 你知道的诡异城的城主大多都是诡异 他们遇到有用的东西 会直接争抢 如果可以的话 副本里也许是你最安全的躲藏地 不过容远则也能看得到光影中的江诺 他总觉得江诺看起来眉头似乎舒展了不少 可我已经使用了休息卡 而且该来的 总是会来的 江诺似乎并不太担心什么 其实我留下良诺气 是想要告诉你关于八荒城的事 容远则知道江诺是有主见的 他或许比自己更能看出一些事的利弊 但是当初江诺的父母有拜托他照顾一样 所以有些事情他不得不多说一些 八荒城嘛 我也很想要听一听呢 江诺想起了昨夜梦中 与江天河的会面 装有宁海珠卡片的奖密盒 就是从八荒城送来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或许你可以去八荒城看一看 那里也许用你认识的人 容远则犹豫了片刻 还是说了出来 容远则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江诺并没有太惊讶 只是笑着问道 看起来容远则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 世界大同以前 我认为你完全可以偏安逸于 可现在各城已经互通 也许早比晚对你来说更好 容远则解释道 我知道了 容远放心 我会有分寸的 江诺没有拒绝这善意的建议 对了 城主那边 你最好告诉他 千万不要离开洛阳城 记住不要让他离开洛阳城 容远则的身影和声音 像是受到了什么干扰 一瞬间便断了联络 江诺试图回拨过去 却已经是无法连线的提示 主人已经到了 梦里说到 他们已经来到了重安的门前 江诺走下了车 他发现在十三娘店铺前排队的人更多了 主人客人很多 这些给你十三娘的身形 看起来单薄了一些 他双手扛起仰之马带 里面是店铺里这几日的营业额 有不少预示材料 更多的是民币 听说十三娘连日待在店铺里 连外出都不曾有过 江诺接过马带 让梦里顶替着他一回 他则在后方仓库拿出了几只鸡鸭 昨天夜里 唯独十三娘和霍将军没有吃上大餐 谢谢主人 十三娘舔了舔船 不知是不是因为担心万能的生意 他不过几分钟就吃光了几只鸡鸭 进了回去 生意是忙不完的 江诺说道 知道了 主人十三娘点头印象 想起了荣远泽的话 江诺试得用手机联系了李举 但并没有接通 不过他倒是收到了白玲的联系 你也在找他 我以为他会在你那里 白玲似乎也在找寻城主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江诺抱歉的说道 没关系 城主经常会无缘无故失踪几日 我这好嫌得无谣 可否去众生淡淡采气 白玲在电话中问道 江诺忍不住笑说声啊 白老板才是最有才气的才对 他不在乎才气 现在的他 隐隐有些在意李举的消失 于是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秦萱 我知道了 秦家这里的事情马上结束 我会去找他 秦萱正在会议室中 他坐在守卫 下方是秦家新提携的骨干 和一些总署的人人 他们看着秦萱 不明白是谁的电话 让秦萱接得这么迫不及待 你有办法找到他 江诺问恩 或许只有我能感应得到他的存在 秦萱回答道 是李举把他变成了半鬼 许是因为李举引过他血肉 他总能是有私无地感受到他存在 好麻烦你了 一有消息 及时联系我 江诺放心地说道 好的 秦萱这才满意地挂了电话 秦家主关于各城精英 入住秦家组宅一时 这件事按照我之前说的吧 秦家组宅只接受伤者 无关精英与否 秦萱已经有些不赖反 可是没有合适 既然是精英 就更应该做好表率 伤患不易 若滴水就能换来性命 这样的秦家组宅才更有意义吧 秦萱看了那人一眼 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门外等待的 秦苍海站在屋檐下 刚才房间里的对话 还听了一切二出 你果然没让爷爷失望 这才是秦家组宅该做的事 秦苍海说道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类 知道秦家组宅的事 原本他还担心一二 但是看到如此决断的秦萱 他反倒是不担心了 爷爷我还有事 回头再陪你下棋 秦萱说道 好好好 去吧 秦苍海满是皱纹的脸上微笑道 他知道能让秦萱这么着急的 也就只有姜诺了 众生诊所的楼上 原本姜诺是打算和白灵坐下 好好聊一聊最近的事情 但众生诊所里 竟然来了不少寻他的人 我是北山城的使者 这是本城城主的邀请函 一袭斗旁的几名诡异 站在诊所正中央 吓退了不少来治疗的人类 邀请函姜诺老有兴趣的 看了眼前的几名诡异 他接过邀请函 发现那竟然是让他搬加入 北山城的邀请函 看来你这下是出名了 白灵在一旁说道 他就知道会有不少诡异诚 向姜诺抛出橄榄枝的 只是通关了一个五星副本而已 姜诺问道通关副本 这不是似空见惯的事 他在那个副本里小心翼翼 连契约诡异都没有召唤 这是为了避免引人注目 可现在还是有人来了 难道还有其他原因 通关竞技副本 可与普通副本不太一样 白灵继续说道 通关了竞技副本的人类选手 姜拥有一次化了高级诡异的机会 并且可以作为该城代表 去参加家族聚会 为城市谋取更多支持和福利 就这些姜诺还以为是天大的好事 不好意思我拒绝 姜诺对那几名使者说道 他是不会离开洛阳城的 姜小姐城主的邀请函 可不是随便一个人类就能说到了 北山城比洛阳城墙上百倍千倍 那几名斗篷使者互相看了一眼 仕途却说道 你们也太不把我们洛阳城看在眼里了 白灵无奈的摇头道 吓一脑中 他的眼中便满是凌厉 启明斗篷使者很快便将姜诺围在了其中 就当他们准备伸手扒住姜诺的同时 一道白光突然闪现 姜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主人你没事吧 白灵的 绝世所内 对一同带来的梦里问道 我没事 北山城又是什么地方 我曾未听说过 姜诺很快就反应过来 一个蛮不讲理关系互霸 北山城和南朝城 实际上都是分别由另外两个家族撑腰的 李奇与他们纠缠 不如不去理会 白灵露出了嫌弃的调情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姜诺看着白灵 他也是第一次体会到白灵的实力 虽然也只是一心幻灵 但他觉得也许一向已伤人自居的白灵并不弱 绝世所可是情报端业户 我知道的是可不止这些 白灵又恢复了一罐慵懒险散的模样 他们不会对众生下手吧 姜诺有些担心 吴震和白氏翠几人 放心吧 他们虽然蛮横不讲理 但应该不会这么蠢 白灵嘲讽道 诡异城内有规则 诡异城对外同样有规则 洛阳城虽不强大 但规则摆在那里 北山城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那就好姜诺听从了白灵的建议 把算等北山城的人离开之后再回去 除了众生之外 白灵爵士所的生意似乎也好了很多 其他城里没有爵士所 姜诺吃惊的问 当然没有爵士所 只有在洛阳城被采影 白灵回答道 原来是特色 姜诺见白灵已经开始忙碌 便让梦迷带着自己去趟诡异军团 不过他没有想到 诡异军团里的诡异士兵 竟然都外出操练去了 主人城主已经允许我们 可言城外 每日操练 霍将军回答道 姜诺吩咐过他 诡异军团除了可以听他的命令 在他离开的时候 也可以听从洛阳城城主的话 想必这是离举的意思 听说诡异军团里 还出了不少高级诡异 姜诺也是从梦迷口中得知的 他也并不意外 诡异只要好生养着 就能日复一日的得到能力上的提升 诡异军团里的 伙食很不错 那些诡异士兵很多又是百年诡异 进化成高级诡异也算正常 是的 这里是这些天进化成高级诡异的名单 霍将军将一份名单拿了出来 姜诺点头收下 他不插手管理诡异军团 但是诡异军团里的各个大小事项 他只需要知道即可 今晚加餐 我去楼上休息一会 姜诺说到诡异军团里 有一间他单独的休息间 除了他的诡异之外 没人能够进入那个房间 姜诺担心宁海珠在诡异球里 太过于无聊了 特地将他放出来透透气 戴着面纱的宁海珠打扰着周围 这里是诡异军团 你是我的地毯 你可以随意走动 对了 你习惯待在诡异球里面吗 姜诺向宁海珠解释了一遍 诡异军团的由来 不过看起来宁海珠似乎没有听懂 好的主人 我留在你身边就好了 诡异球里很适合我 我感到很安全 宁海珠用微柔的目光看着姜诺 姜诺知道这是自己的印象 现在的宁海珠 是他的契约诡异 他没有以前的记忆 不可对家族追踪者找到 姜诺想起了这条 印在宁海珠手心上的规则 不免有些心疼起来 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躲藏 所以觉得宁海珠里面更有安全感吗 对了 你会隐身吗 姜诺问他的几个契约诡异里 除了十三娘以外都可以隐身 宁海珠点了点头 我会的主人 那你就隐身跟在我身边吧 可以吗 姜诺问 他希望宁海珠更了解他 可以的 我不会拒绝主人的任何需求 宁海珠回答道 姜诺点点头 接下来的时间里 他带着宁海珠参观了整个诡异军团 全城两人的话并不多 但他看得出来 宁海珠看得很用心 主人 珊瑚他们说 那边已经没有可疑人员了 梦里走来说道 我知道了 姜诺随即让宁海珠隐身 跟在自己身后 作为契约诡异的主人 他是可以看到 隐身的宁海珠的 姜诺在自家店铺里 被人争抢这件事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洛阳城 当姜诺带着梦里 和宁海珠回来的时候 发现众生能耐 已经围满了两层守卫 姜诺你没事吧 刚刚那件事我知道了晚了 但是你放心 以后我们不会再让众生 发生这种事了 秦书月看到姜诺后 眼神都亮了 有人在抢夺姜诺 别说站在洛阳城的立场上 就算是站在自家立场上 他都不能容许 这种事再次发生 因此他特地吊揽了守卫 谢谢其实我有契约诡异保护 不用这么搭费周章 姜诺的话音刚诺 便听一道熟悉的声音说道 我会让这些守卫守在暗中 不会影响众生的生意 你什么都不用管 秦仙已经在众生里等了一会儿了 他看了一眼姜诺 那空龙一人的身后 并没有说些什么 行反正这些人是被我安排好 接下来怎么用 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秦叔岳客不想耽误 自家侄子和姜诺相处的时间 于是连忙道了别 对了你上午说的那件事 我怀疑他已经离开洛阳城了 秦仙神色严肃的说道 小举姜诺听后 立刻觉得人都不好了 李举是不能离开洛阳城的 而且就在龙远泽挂断那通电话之前 还特地叮嘱过 不能让李举离开城内 你确定吗 姜诺又问了一遍 秦仙点点头 确定他在洛阳城内 已经感受不到小举的存在 在结合之前的调查 他怀疑 李举很有可能不告而别的 离开了洛阳城 你能帮忙找到他吗 姜诺皱眉 李举虽然厉害 但一旦出城 或许就只能以小举的身份现身了 可以的 但我们可能要出城了 秦仙看得出来姜诺的交集 姜诺甚至已经让梦迷 将自己的那辆车开了过来 两人一同踏上了寻人路 为了更方便寻找 姜诺还带上了珊瑚和鸣破 车子驶出洛阳城 城外是一片明雾之地 墓里偶尔有神色慌张 或是木讷的人出现 姜诺猜测 他们很有可能是被传送回来的副本参加者 他应该朝那个方向去了 秦仙并非漫无目的地寻觅 在他的眼中 是有一道若有若无的透明丝线浮在明雾中 那应该就是代表李举的特殊演习线 对于他要做的事 我还真不了解吗 姜诺叹了口气说道 李举走之前 甚至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提示 按照你说的 也许他并不难找 秦仙看了一眼 坐在姜诺身旁的面纱女 诡异 不知道为何 他总觉得两人的眉眼有些许相似 嗯 他不能离开这里太远 但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才担心他 姜诺如实说道 主人前面有很浓重的血腥味 珊瑚和明珀坐在车顶上 他们是第一个发现前方不对劲的 于是提醒道 很浓重的血腥味 应该是来自人类的 姜诺让珊瑚和明珀保持隐身状态 梦里则放慢了车速 原本两人并不打算多管鞋事 但那血腥味的来源 恰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眼前的场景让两人不约而同的皱起眉头 车窗外入目的是大片大片的血迹 闭面之上以及半空之中 半空之中白色的雾气已经化了血污 周围有诡异聚集 你先不要下车 秦仙说道 那血污就在路中央 他打算下去看看情况 那你小心 我让梦里他们帮你 姜诺说道好 秦仙下了车 才发现那血污中还有人影 梦里使用风将血污吹散 大概是因为血腥味已经散开 秦仙明显能感觉到 周围聚集的诡异在减少了 一名面色苍白的男人 靠在路中央的车子旁边 他无力的坐在地上 手腕上还有两个冲目惊心的血窟窿 是人当车子停在一旁 姜诺干脆下了车 地上的男人看起来一副 病入高荒的样子 他无力的睁开眼睛 欺悦游死了说了什么 他说他被诡异袭击了 虽然男人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秦仙两人还是挺明白 地上的男人在向他们求救 车上还有空位 当然了 车上也有诡异 如果你不见夜话 姜诺看了看周围 这里看起来的确是经历了一场争斗 男人微微点了点头 因为无法站立 姜诺让珊瑚将他扛上了车子 他们车子的最后一排 还没有人坐 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来 秦仙也觉得男人快要死了 姜诺观察着那辆破坏到极致的车子 金属的车辆 仿佛被什么巨大的重物袭击过 车前盖早已不翼而飞 其他地方也均是一大片的凹陷痕迹 姜诺打开车门 对时瞳孔紧缩 车上还有几具干尸 那是几个被吸光了心血的人类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身上都穿着让两人觉得眼熟的制服 这是总属的制服 姜诺问 的确是的 秦仙没想到他们会遇到总属的人 但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对时有些后悔 将男人放上了车子 为什么其他人都死了 只有他还活着 姜诺的疑问和他一样 而且刚刚的男人并没有穿制服 你怀疑他跟凶手有关 秦仙愣 姜诺点了点头 他决定将男人带回去再说 不过现在原路返回洛阳城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见男人已经昏死过去 两人决定继续前行 要是吴震在就好了 姜诺联系了吴震 对方在电话里教了他们一些 简单的处理方法 男人的眉头果然舒展了一些 将往前就要过了迷雾森林了 迷雾森林之外 听说会是一片不毛之地 也是一些游荡诡异的地方 人类到了那里 会很安全 没关系继续找 姜诺看了看时间 此时已经是离居武士的时间了 哎 嘿嘿 在找什么人 后排的男人似乎能说话 我们再找一个朋友 你见过吗 他是诡异 秦仙问道士 什么样的朋友 我在那里做了两日 也许也许有看到过 男人的回答让两人吃惊 正常人类 谁会在秀物中做上两日 不过想起来那身制服 姜诺还是说道 还有可能带着一个半大的小男孩 有这么高头发很黑 小男孩的话 我有见过男人说道 但他看起来并不怎么友好啊 男人边咳嗽边说道 他的情况如何 不友好的诡异小男孩 不是小举又是谁 恐怕比我好不到哪去 他说他要破除禁止 我说了我可以帮他 可他根本还喊 听不进去男人看起来已经没有力气 姜诺扔去了一只小面包 以及真空包装的鸡肉 男人吃了后 明显情况有所好转 啊 嘿嘿 谢谢不客气 姜诺并不担心男人会在车里 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 因为珊瑚一直坐在他的身旁 只是他并未发现吧 眼看车子叫走出霓雾森林 姜诺及时叫停了梦里 车子停在这里 我们下去慢慢找 他猜测离举根本离不开这里 因为白灵说过 霓雾森林代表着洛阳城的结界 车后排的男人又沉沉地睡了过去 姜诺走在满是寒意的地上 四处观察着 梦里几人也不意外 几人不知寻了多久 没有看到小举的身影 如果他陷入沉睡 我想我是感应不到的 或许我们可以再等等 也只能这样啊 姜诺扭过头去 发觉一直跟着自己的宁海珠 正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枯树下 宁海珠低着头 静静地站在那里 姜诺心头一震 他立刻朝他走了过去 我们正在找一个人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姜诺原本不挂什么希望 却见宁海珠点了点头 苍白的手指指向地面 这下面有人 姜诺问 是的 主人这下面有人 宁海珠不停地点着头 林珀来帮闹 姜诺决定要试一试 好的主人层层泥土龙珠 用舌尾轻松钻出几个洞 下面竟然还藏了一只棺材 梦开当看到那只棺材后 姜诺也同时看向了宁海珠 宁海珠正在盯着那只棺材 棺材被秦轩打开 里面果然是尘世中的小举 姜诺叹了口气 这是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做姐姐的感觉 秦仙小心翼翼地将小举抱了出来 并说道 他看起来没有受伤 只是睡着了而已 嗯 我们也该回去了 姜诺不知道小举为什么会睡在这里 现在小举一时半会儿不会醒来 他们也只能回去再问了 宁海珠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三人的身影 要走了 姜诺转过头来 对他说道 好的 主人 宁海珠很快隐身并跟上 你的 心气也诡异 秦轩这才问道 算是吧 但是他和我以前的家人长得一模一样 姜诺没有像秦轩道出宁海珠的真实身份 和你的家人一样 老是秦轩也从未听说过这种事 不过他理智地选择了先不再过问 他知道现在并非是说话的时机 车里后排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了起来 他并奄奄地靠在后面 渐渐进来 才微微抬起眼皮 你们嗨嗨 找到你们要找个人了吗 来月恩问道 找到了 我们现在要回洛阳城 你也要去吗 车内很是宽敞 小举被放在位置上后 姜诺问道 洛阳城 是要去洛阳城的 你们可以再捎带我一程吗 自然是可以的 洛阳城的成规不主当见死不救 姜诺坐上了车 他有些怀念白灵的移行幻影技能 不过这次 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城主府 而是众生诊所 嗨嗨诊所吗 谢谢你们带我来到这里 车停下后男人已经可以扶着下车了 他看起来身形依旧断驳 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 忘了 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叫段应辉 看你眼前这体弱的男人 姜诺震惊惊的同时也满是疑惑 段应辉下国总署署长 怎么会变成这副狼被模样 不过他和秦轩还是自到了家门 我是姜诺秦轩 得以为段应辉也会同样惊讶 却见他只是微微一笑 我知道你们 作为下国总署署长 段应辉其实从一开始就认出了两人 两人在摩天岛 中的表现他看过全程 只是刚才的他并未直接道出自己的身份 我记得段署署应该不是独自前来 所以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秦轩也是第一次见到段应辉 根据之前他得到的描述 段应辉的确是个体弱多病的人 听说他以前就患有疾病 需要长期输血治疗 诡异降临后 他却凭着一己之力 将分散的各方人类势力统一了起来 财本做署长之位 这是一个民一般的男人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影响我来洛阳城 早已经听说过姜诺的终身诊所 看来今天我可以有幸体验一下 段应辉巧妙的转移的话题 并缓缓朝诊所内走去 我先去安置小举 我会让吴震优先治疗他 这下面就交给你了 姜诺看了看时间 再过一会儿小举就要醒来了 他虽然有话想要和段应辉咬 但现在并不是时候 好秦轩也看得出来 姜诺心中有事 而在众生诊所的二楼 姜诺命迷迷几人守在外面 而他则默默地等待着小举的苏醒 明海珠坐在一旁 无比安静 姐姐 小举醒来第一眼便看到了姜诺 你知道自己不能离开这里 为何还要偏偏跑出去 姜诺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质问 小举低下了头 我以为我可以打破静置 姐姐我好像高估自己了呢 如果你外出有事 可以把事情交给我来吧 一直待在洛阳城 对你来说没什么不好的 姜诺说到 小举的成人体力局虽然实力强悍 但他却有着致命的弱点 每天的固定时间里 他不能阻挡自己的沉睡 这件事对姐姐来说很危险 我想要改变姐姐的结局 小举抬起头来 这才注意到一旁的宁海珠 什么改变我的结局 你要干什么 姜诺原本以为小举在看到宁海珠后 会非常的激动 没想到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扼住了宁海珠的喉咙 你到底是哪里的诡异 为什么会知道他的长相 为什么要冒充他 小举死死的瞪着啊 宁海珠 看起来已经生气了 他是我的契约诡异 刚才就是他找到你的 如果我们不及时赶到 你恐怕会在那里 一直沉睡下去吧 别忘了我之前说过的话 放开他 姜诺说吧 愣在宁海珠搏梗上的那只尖利手掌 正是松开了 原来姐姐也想他了 所以特地找来一个诡异 画成他的模样 小举的眼神中竟然带着些许同情 你想多了 姜诺有些无奈 但还是向他讲述了宁海珠出现的原因 八荒城八荒城 你见到了他 他来见你了 小举难以置信的问道 对是爸爸他还告诉我 你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竟然都不知道呢 姜诺回顾着以前的日常生活中 发现的种种奇怪事件 那些事或许都有小举的影子 但他却一直都看不见 大了他见到了你 他见到了你 小举却自言自语了起来 你刚刚说想要改变我的结局 难道你是打算去八荒城 姜诺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他狐疑的看着小举问 难道小举点了点头 没错我是要去八荒城 是我自不让利了 我连出去都没办法吗 是苏曼雪告诉过你的吗 姜诺直接问道 事关他和安全屋的秘密 他的好奇心此时达到了顶峰 苏曼雪早已经死了 那么小举知道他的结局的原因 就只有一种情况啊 他怀疑苏曼雪在临死前和他说了些什么 姐姐亮是如神 是他但不是他告诉我的 姐姐应该能想得到吧 小举没想到姜诺会这么快的 就联想到了苏曼雪身上 搜魂你对他使用了哪一招 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姜诺无比震惊 小举竟然看到了苏曼雪的前世今生 在苏曼雪上一世的经历中 他应该是早早就饮了和饭的 那便是姜诺的结局 姐姐忘了 是姐姐拜托我将他陷害他人的证据翻出来的 小举解释道 他在苏曼雪的记忆里发现了 苏曼雪竟然是重生过一次的人类 也正是因为这个离奇的发现 他才留下了苏曼雪的一缕残魂 我自然是没有忘记的 如果他是重生一次的人类 那么我的结局是什么 姜诺迫不及待地问道 不过只看小举的表情 他就已经猜到 他的结局并不怎么好 姐姐你是最厉害的高级诡异 虽然你一直戴着面具 但我知道那就是你 苏曼雪已被你捣死了 小举的话让姜诺震惊 难道他被叶凯安陷害致死之后变成了诡异 只听小举又缓缓说道 姐姐成为了家族中的工具人 被家族操控着 姐姐的能力出咒 却在被利用完后 又被他们瓜分地吃掉 他们获得了姐姐的力量 小举回忆着 在苏曼雪的记忆里 家族的人一直都在自相残杀 他们没有明确的原因 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家族中的最强 怪不得你之前说出那样的话 姜诺听后沉默了片刻 所以小举是想要离开洛阳城 替他去八荒城搬救兵 他说过这一次不会让他再次死去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一旁的宁海珠静静地听着两人的对话 没有任何倒情和言语 似乎也已经忘了 他刚刚险些被小举杀掉的事 苏曼雪已经被我杀死了 他再也不可能复活了 小举说道 你对家族的事了解多少 姜诺问根本不了解 他从来没有出过洛阳城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而已 最连家族的事他也只是听说 我只知道他们一直想要找到妈妈 也就是宁海忠宁女士 不过现在看来 他们的目的应该不只是想要找到那么简单 姜诺边思考边说道 姐姐的安全屋 或许可以保护 只要不出来 他们就永远无法找到你 小举也看到了苏曼雪是如何使用安全屋的 一只躲藏不是方法 安全屋或许没有能抵抗住他们的力量 姜诺解释道 否则江天和没有必要带着他们东躲西藏 我会保护住姐姐的 小举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模样 饿了吧来吃些东西 说不敢动是假的 原来鬼异也会关心他人 姜诺贴心的拿出了各种食物 摆在了小举面前 或许有个这样的弟弟也不错呢 保护住姐姐 姐姐只能被我吃掉 小举又默默的说了一句 姜诺只当没有听见 不过他却发现 契约诡异宁海珠 对他拿出的人类食物十分的感兴趣 他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些食物 你要吃吗 姜诺试着拿出了一坛烤鸡 宁海珠果然点了点头 而在忙碌的众生诊所内 段应辉已经决定休息在这里 律习事件不用调查 我会亲自交代 段应辉说道 收到署长汤部长毕恭毕敬的印象 只听他又道 署长您真的要留在这里吗 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干净的住处 他在收到了秦宣的联络后 立刻带人来接段应辉 只可惜段应辉似乎并不打算离开 这里的医生很好 住在这里已经足够 段应辉说道 署长汤部长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被打断了 无奈他只好心形离开 姜诺也知道了这件事 不过他并未反对 为段应辉治疗过的吴震 即使找到了他 你说他有自行恢复伤口的能力 对吴震带来的情报 姜诺也很是意外 没错虽然他是署长 但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吴震表示道 自行恢复伤口的能力 秦仙也有 可秦仙是成为半管后撒祸的这种能力 也就是说这是诡异才有的能力 可段应辉是没人类 又为何会拥有这种能力 并且总数已经不打算掉下这件事了 段应辉应该是在隐瞒什么 一直在旁边沉默着的秦仙开口说道 没关系他拥有什么能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立场 如果我们立场相同 我不介意他有非人的力量 姜诺说道 或许吧 不过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 他的能力也许对人类并不利 吴震又道 他的休息卡已经结束 也许很快就要经负吧 对人类不利的能力吗 姜诺将吴震的话记在心中 因为他想起了那几句车衣的干尸 看来这个段应辉 是真的不简单啊 当天晚上姜诺没有离开洛阳城 他也休息在了诊所内 包括秦轩两人在安全屋内 打理起了后院 才两人就付出了这么多 秦轩每每靠近秦社 秦社里的积压 就会表现出受惊的模样 他知道这是因为 自己是半鬼的原因 嗯 很快又要想办法消耗了 姜诺无奈道 我听说段应辉 向吴震要了血包 秦轩将机器人捡起的鸡蛋 装入鸡蛋脱中 而姜诺在一旁挑选了种子 他的后院又收获了一批粮食 他打算尝试着都种上水稻 田地里没有水 但是一次他却在其中 发现了生长着的水稻 想必这也是和安全屋里的机制有关 只要是植物 田地里都能种上 嗯 我让吴震给他了 姜诺回答道 段应辉应该还有一个极其厉害的契约诡异 可是并没有人见过 有多厉害 姜诺好奇地问 秦轩摇摇头 不得而知或许那只诡异 也是他拥有这个地位的一大人鹰 那你觉得他为人如何 姜诺又问 尚可 至少并非虚伪之人 秦轩在此之前 还是很佩服段应辉的手办的 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下国总署 虽然总署的力量还有些薄弱 但已经足以和诡异世界相抗衡了 嗯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姜诺刚说完 身上携带的联络器就响了起来 那是他点梦尼的联络器 安全屋外有情况时 梦尼就会用这个联系他 难道众生出事了 主人姜诺一出来 就被自己的几个诡异围住了 怎么了 姜诺狐疑地问 正值半夜时分 众生内部安安静静的 看起来不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有很强大的诡异 在附近明珀回答道 多久了 姜诺皱眉 就连明珀都说对方是强大的诡异 那么 这一定没有错 主人他才刚刚出现 梦里指着一个方向 那里是客房深处 还记得白氏翠告诉过他 段映辉就被安排在那个方向 糟了 姜诺顿时觉得不妙 去看看秦轩也想到了什么 段映辉虽然是个病秧子 但他如果出了什么事 可能会影响整个下国总署系统 更何况是在洛阳城的众生诊所出事 姜诺带上了几只契约诡异 见宁海珠也跟在汤身后 他还是座主 将宁海珠收进了诡异球里 宁海珠在进入诡异球的时候 有几分犹豫 只是姜诺并没有发现 几人赶到西客房的时候 房间内已经空无一人 窗户大开着 窗帘纹似不动的垂在窗边 是被流走了吗 姜诺走到窗边 段映辉休息的客房并不临接 窗户外是众生者死的后院 不过后院里看起来空荡荡的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员 不 他们还在这里 秦仙却说道 他的目光开向客房深处 那里隐在一片阴影之中 看不出来什么 把门关起来 秦仙对门口的珊瑚说道 见江诺点了 珊瑚乖乖地关上房门 房间内的灯被打开 在江诺的眼中 客房里仍然没有一个人 但是他却门到了一股门中的血腥味 滴答滴答一旦挤人安静下 便能听到有水滴滴落的声音 秦仙的目光没有移开 他明显是看到了什么 段书长我知道你在这里 需要帮忙吗 暗红色的糖刀 在秦仙手边出现 秦仙的眼中 已经露出了不善的目光 在他的眼中 段义辉正坐在一张靠椅上 他的身后是一道纤细无比的身影 那是一名绝美的女人 也是诡异 他露出摇牙 正咬在段义辉的驳梗之上 在听到秦仙的话之后 段义辉无力地抬起了右手 那里正是一道屏障 他撤去了屏障 一副一人一鬼相互缠绕的画面 出现在了江诺面前 段义辉看起来却没有丝毫反抗之意 任凭自己被女人吸食着血液 不需要段义辉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 咕噜咕噜女诡异 当众又饮下了几口鲜血 这才抬起了头 江诺明显感觉到 那女诡异在看过来的时候 身旁的梦里和明珀都微微现出距异 看来他们所说的强大的诡异 就是眼前这个女诡异了 哈哈 段义辉没有尴尬 只是身体软绵绵地靠在一旁 他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们不是故意的 如果段书张有顾虑 我们可以立刻离开 江诺回答道 无妨 我本就借用了你们的场地 而且你们还救了我的命 段义辉露出了一丝无力的笑容 他俊秀的脸上只剩下苍白和湿染 我此次来洛阳城 就是为了你们二人 本想要多考察一段时间 但现在看来 已经没有必要了 江诺有些听不明白 段义辉的话 只听对方诱道 或许你们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先问问我 我看江诺小姐 似乎有很多疑问 他扯起嘴角笑了笑 刚才两人正在做的事 以及白天所发生的事 让他不得不这样怀疑 正在被吸食血液的段义辉 像是在对付契约诡异的酬劳 你果然很聪明 他叫魅月的确是我的契约诡异 段义辉赞赏的回答道 我听说段书党的身体有急 原来其实并非是什么顽疾 而是在于他吧 秦轩问段义辉的身体 有自行恢复的机脑 虽然说叫他而言非常缓慢 但吴振一说 段义辉本身没有什么疾病 那么能拖垮他身体的 也就只有这个叫做魅月的契约诡异了 魅月面无表情的 站在段义辉的身后 即便被秦轩所指 脸上也依旧冷傲 秦轩能感觉到 那是独属于强者的傲气 魅月的确和传门中一样 是一只强大的诡异 算是吧 但是我心甘情愿 如果不是他 我的很多事都无法完成 只可惜我无法供养他太久了 段义辉抬起头 眼神无悲无喜 诡异的级别越高 供养所需要的酬劳也就越高 姜诺很清楚这一点 如果不是安全屋 他恐怕只能靠人丹来供养梦里几人了 没错你很清楚 但没办法的是 魅月不会服用人丹 他只洗活物的血液 段应辉回应道 他以自己的鲜血供养魅月 即便自己体质特殊 也早已经是强怒之末 那白天的那几个人 姜诺想起了车意被吸食成干事的几名总署林人 没错他们是自愿陷阱 如果不是他呢 我恐怕无法遇到你们 但是我不能再害更多的人了 段应辉战战微微地拿出了一本小册子 那里面写了不少人类的名字 这些全都是为了他而自愿被吸食血液的总署林人 亦或者是总署以外的志愿者 总署能走到今日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接下来就是选择合适的接班人了 段应辉的目光突然火热了起来 他看了眼前年轻的两人 也看到了姜末周围的几只契约诡异 那么你们愿不愿意来总署 来总署完成我未完成的事业呢 段应辉问道 去总署当接班人 姜末还真没想到段应辉会突然这么说 毕竟在今天之前 他还不认识这个人 但结合那本书上聊聊的文字内容 姜末也相信了段应辉的解释 当时段应辉的确被爆出了草菅人命的丑闻 叶凯安这才有机会趁虚而入 他直接拿下了总署的控制权 不过这一事 已经没有叶凯安了 秦家一直以来都在和总署合作 但署长应该知道 秦家并没有参与管理之一 更何况我现在已经任命于洛阳城 秦轩委婉地拒绝了段应辉的提议 在他看来 这个位置只适合段应辉 可惜了 可惜了 如果是你再加上秦家祖宅的庇佑能力 就不会有人会说什么了 段应辉听后面露遗憾 生机也似乎少了几分 只要是活物的血都可以吗 这时只听姜末突然闷倒 段应辉抬起头来 微微点头道 魅月很挑剔 只使用活物的血液 但他也和其他诡异一样 只要是活物的血 都可以姜末点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心中就知道底线是在何处了 或许段署长可以再想想 别的方法和候选者 姜末看了一眼魅月 强大的诡异吗 就是不知道他有多强大了 客房内暂时无视 段应辉遗憾地目送了几人的离去 要是他的话 要是他的话 也许可以呢 段应辉难难道 主人今日的酬劳已经解散清楚 林律若是调查有眉目 请您继续支付酬劳 魅月用冷淡的声音说道 姜末一直很在意李举的事情 因为担心他会再次尝试打破尽致 所以他第二日就来到了城主府 也是李举独自居住的家里 姜末将宁海珠也放了出来 三人坐在桌前 犹如一家人 只可惜他们分别是人类 诡异和契约诡异 如果你想去八荒城的话 不如让我去 姜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姜天河就在八荒城 宁海珠的契约卡片 也是他送给他的 他是要去找姜天河问清楚的 他想要知道 要怎么才能让宁海珠与他一起恢复 姐姐若如楼意 怎么前去李举不客气的说道 只是下一秒钟 他便被拎起了耳朵 我若你再说一遍 姜末不太高兴地反问 他可从未觉得自己弱小过 更没有被人说成过弱如楼意 面对冷脸的姜末 李举没有再说话 只是沉默地 练平姜末拎着自己拿冰凉的耳朵 他记得太刁说过 这是人类长辈教训小辈时的惯用手法 我会带着我的几个诡异一起去 而且还有秦轩 比你只能睡在棺材里要强得多吧 姜末一不客气地说道 继续保持沉默的李举 默默地吃了一口手中的鸡腿 一只鸡尸从一旁递了过来 明海珠正在将徒手撕开的烤鸡 一块块地递给他 李举张口吃下 明海珠又喂起了下一块 看着仰人的互动 姜末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但心中却也是惊喜 他很确定 眼前的契约诡异明海珠 就是他们的母亲 八荒城之行 迫在眉睫不过 让姜末没有想到的是 当天还有一人在洛阳城寻找他 并且那人是被白灵带来的 没想到你还认识了八荒城的苏家 白灵笑着问向姜末 不得不说姜末带比他的惊喜可太多了 八荒城的苏家 可是苏城主的嫡系 也是八荒城最大的商户 他们觉是所言与苏家有所来吗 八荒城的苏家 姜末总觉得有些耳熟 直到他看到从白灵身后走出来的苏城庙 这才反应了过来 机械长街中 被冻在冰箱里等待着被购买的那个男人 正是苏城鸟 他的确自称自己是苏家的少主 是你呀 姜末笑道 没错有机会来洛阳城了之后 我出了副本之后便来了 我是来亲自道谢的 谢谢你当初救我一命 苏城鸟的言语中满是感激 他只记得姜末的名字和洛阳城 没想到来到这里之后 只是随便拉着一个人类问了吗 那人便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姜末 他这才多知 姜末在洛阳城内并非是什么普通人身份 于是他才找到了早有合作的局势所 不用那么客气 姜末也可以从他口中问出更多关于八荒城的事 你要去八荒城 找我啊 我带你们去 不出半日便能到了 苏城鸟高兴地说道 听说若是开车前了 大概要三日 半日就能到吗 姜末狐疑地问 洛阳城距离八荒城并不算近 而且中途最容易陷入迷雾障其中而迷路 当然我有私人飞机 保证你们的安全 苏城鸟打着包跳说的 不过我和白先生还有些生意要谈 可能要等到三日后才可以 没关系 那就三日后 姜末决定道 他还有三天的时间可以做准备 秦宣在得知这件事之后 也决定一筒钱吗 你一个人去 的确让我不放心 我的主人安全屋内 秦宣说道 好您 能够抓他一次 就能抓他第二次 他们必须处处小心 到时候张楚月和吴镇他们也会一起去 姜末已经问过了速成了 他带多少人一筒钱去都没有问题 做当事带着大家去见见世面 那倒是八荒城比洛阳城大了十倍不值 不过在这之前 段应辉的事也要解决一下 秦宣提醒道 段应辉已经就决定前往秦家组宅 他与秦沧海似乎是望年交 爷爷想让你也一起去一趟 秦宣说道 自然是可以的 姜末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秦沧海了 趁这个机会去看浪看浪他老人家 顺便再取上一些浴室材料也不错 在组宅会面的时间就定在了第二日 冯春一大早便开车来接上了几人 也包括段应辉 没想到段署长身边 竟然一个守卫也不带啊 汉部长在上车前忍不住感慨道 关浩天见到姜末还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他还是回答道 段署长身边有高级诡异跟随 没人能奈他何等 牛吧 关浩天本以为是近远远的距离 不会让段应辉听到他们的对话 但此时段应辉却短头朝他微微一笑 似乎是听到了他刚才说的话 这让关浩天的心中不由一阵发毛 段署长是货真价实的人类 这是经过验证的 关浩天只能在心中认为是自己多想了 已经坐上了车的姜末 看了一眼段应辉的驳梗处 发觉他驳梗处伤口竟然已经恢复了 完全看不出来昨夜被咬出的两个大洞 好奇我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 没想到段应辉却看出了他的心思 姜末只好点了点头 他的确好奇 是啊 我也在好奇为什么 但大抵是因为魅月 段应辉回答道 魅月恩魅月在成为诡异之前 便是古老的吸血诡异族 听说被他咬后的人类 伤口会慢慢愈合 段应辉一副之无不言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 姜末还是第一次听说 他压下心中的疑问 一路上段应辉的话并没有很多 但他似乎对姜末的事情都很是好奇 你不用怀疑过多 我只是想要为魅月寻找下一位主人 段应辉神色扮淡的说道 我的契约诡异 已经足够了 姜末听后说道 他一直控制着契约诡异的数量 是因为目前的几个诡异 的确已经足够使用 这也是他没有随意契约 二次元卡片诡异的原因之一 我以为你会担心 魅月要索取的报酬 段应辉看着姜末 微笑了起来 姜末没有想到 段应辉会抛出这样的问题 一般人在见识过那种情况后 第一反应一定是拒绝 因为魅月只使用活物血液作为酬劳 即便是冥币也不管用 可是他的拒绝理由却是其他 很明显段应辉已经开始怀疑起他了 看着姜末那警惕的调情 段应辉又温柔的笑了起来 你不必紧张 我不介于你的丝毫 只是在意你有没有能力驾驭魅月 段应辉仿佛已经看穿姜末的心思 段署长你未美也太看得起我 我之所以饲养了几个高级诡异 完全是靠众生在支撑着 否则我恐怕也无法付清他们几人的酬劳 姜末也微微一笑 回答道他对段应辉根本不了解 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即便对方位高权重 也不是他可以信任的理由 段应辉听后点了点头 是啊 怪我是我太心急 毕竟像魅月这样百年难得一遇的诡异 很需要机缘 我不希望魅月走向和我相反的世界 我知道了段署长 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帮忙留意合适的人选的 姜末非常礼貌地回答道 车子驶出洛阳城 秦先才在城外上了车 姜末看到了正在城外操练中的诡异军团 站在最中央的正是霍将军 诡异军团还真是你们洛阳城才有的特色呢 段应辉也看向窗外 诡异军团中的诡异士兵已经各个人光焕发 那些沉重的冷兵器互相碰撞着 发出乒乒乓乓的打斗声 像是一支时刻准备着被调遣的军队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良兵良教 秦先回答道 段应辉点了点头 良兵良教且卧虎藏龙 我这么说你们 一点也不会过 小小的洛阳城 其实藏着很多宝藏 这是段应辉对洛阳城的评价 特别是当他来到秦家祖宅内之后 更是对这里满意的不得了 如果段署长不嫌弃 可在我秦家祖宅内小住一段时间 秦先主动表示道 你如果这么说 我可不会跟你客气的 段应辉缓缓走着 没有拒绝秦先的提议 自然不必客气 秦先也的确不是在开玩笑 他很快让人为段应辉安排好了住处 今晚会议结束的比较晚 不如你也休息在这里 还是之前的房间 秦先带着姜诺去了一趟仓库 仓库里有他为姜诺准备好的浴室材料 好 正好秦爷爷要跟我一起下棋 姜诺拿了浴室 心中满足又高兴 他这次出门没有带着自己的诡异 只有宁海珠被他收进了诡异囚中 随身携带着 沐阳城里没有什么事 第二日回去也无妨 秦家祖宅内的会议果然持续到了深夜 姜诺从秦沧海处下篮棋便准备回房休息 我让人送你回去 秦沧海早已经不再管秦家的大小事物 每日安心在祖宅内下棋喝茶 姜诺能来陪他一日 他一直高兴的合不拢嘴 不用了 秦爷爷 起步路就到 我自己走回去 姜诺笑得拒绝了 他刚刚吃多了点心 还想再三三步 那好吧 明早我让厨房给你准备正宗的早茶 你可一定别忘了来吃啊 秦沧海笑咪你的手道 那我就一定不能错过了 姜诺告别了秦沧海 一人走在祖宅的路上 只是没走多远 一道小小的身影便挡在了他面前 姐姐小曲又来了 一看就是偷偷潜入进来的 你来这里你是怎么进来的 姜诺问 秦家祖宅的欲求已经被净化 越是邪恶的诡异就越进不来 就连冯春都不愿意靠近祖宅的门房 秦先因为是半鬼 似乎并不受到影响 一点点影响而已 姐姐我没吃过人肉的 小曲回答道 姜诺对是明白 因为没有吃过太多活生生的血肉 所以小曲才没被阻扎排斥 好吧 这么晚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姜诺无奈的问 来了 还有找姐姐 小曲如实回答道 那你可不要乱跑 跟着我回去 免得影响别人 今天这里来的外人可不算少 姜诺有些不放心 拉着小曲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段颖辉的神一直让他很是在意 他似乎什么都知道 只是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理举的事 段颖辉没听说过 小曲拿着姜诺给出了饮食 麻烂鸭脖边啃边说道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诡异 姜诺将魅月的事也说了出来 胡扯再厉害的诡异 也不会修复人类的身体 小曲完全不相信段颖辉的解释 可是他的确是人类 姜诺也一直怀疑段颖辉的用心 对小曲这么一说 他又好奇了起来 不过此时的小曲却放下了鸭脖 他走向窗边 说道姐姐 你说的很厉害的诡异 恐怕已经来了 什么意思姜诺顺着他的视线 掀开窗帘朝外望去 只能望到一面高桥 有诡异就在阻传外 小曲说道 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在附近 他能感受得到 比你还厉害吗 姜诺又问他 不清楚是什么诡异 但直觉告诉他 对方应该是魅月 毕竟在此之前 小曲从来没有露出这样的表情过 比我还差点 是比不过我的 小曲回答道 那就好姜诺有些犹豫 要不要通知秦轩 就在他刚发完信息后 小曲竟然开窗直接跳了出去 他只留下了一句话 姐姐我去会会他 姜诺想要阻止 魅月又是一道快到 看不见影子的身影袭来 魅月扔掉手中的东西 来回躲闪着 被扔下来的似乎是一个人 姜诺认得他 他正式阻呆正门的通报灵员小刘 小刘浑身是血 但还没有死 只是惊恐的发抖着 我都说了 不说了他们在开会 可是他不听 他不听小刘说道 到底是什么人 赶来的守卫们都举起了武器 韩志鹏看了地上的小刘 对时怒了 快带他去治疗吧 他应该没事 姜诺走了过来说道 姜小姐你怎么来了 这也不安全 韩志鹏惊喜过后连忙说道 没关系 我的朋友在上面和他切磋 而且对方的身份不简单 实力很强 你们不要乱自行动 姜诺警告道 魅月是段映辉的诡异 如果和秦仙的人发生了什么无法挽回的事 恐怕会有不好的影响 好 我听姜小姐 韩志鹏想了想 立刻决定道 秦少说过姜诺的话 这得必须服从 况且他们此时也根本不知该如何下手 那好 你们先撤远一点 这里不安全 姜诺说道 可是姜小姐你也在这里啊 我们怎么能说退呢 韩志鹏果断拒绝 我如果发出指令 你们立刻来就行 这里有你们更不安全 姜诺说道 况且我的朋友完全能抵抗得了他 那好吧 韩志鹏犹豫了片刻 还是带着剩余的人朝两处退去 姜诺望向房顶上 打得难分难舍的两人 心中飞快地思考着 不得不说魅月的实力果然不容小觑 他甚至不输小举 魅月你是来找你的主人的吗 姜诺站在下方问道 魅月的动作停顿了片刻 他居高临下地看了姜诺一眼 我的主人到了他复仇佬的时间了 我必须找到我的主人 可是这里你根本进不来 姜诺说道 看起来魅月只能站在高墙的边缘之上 不敢踏入半步 我的主人到了他复仇佬的时间了 我必须找到我的主人 否则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自爆魅月很不客气地说道 我也有契约诡异 仇佬是可以延迟发放的 不如你再等等 姜诺尝试着劝说道 自爆什么的 不知道会造成怎样的损失 我饿了 我必须找到我的主人 魅月似乎思考了片刻 但还是说道 这样好了 我是你主人的朋友 这个送给你 或许可以解一解燃眉之急 姜诺拿出一只体型不大活鸡 直接扔了出去 黑暗中没人看清楚姜诺拿出了什么 魅月的眼神在月光下泛着寒光 他一把抓住了那只惊慌失措的火物 直接拧断放在我嘴边 姐姐你在干什么 小举跳了下来 对于姜诺给别的诡异吃的这件事上 表示不满 我在尝试 姜诺望着恨不得将整只鸡塞进口中的魅月说道 看来用活鸡火鸭 完全能应付得了魅月 有人说想让我做她的主人 我还没有答应 姜诺说道 那姐姐可要小心了 她的胃口很大 不过她的实力 的确上诚 小举回答道 我们要先走了 你的主人应该很快就会来寻你了 姜诺对站在高墙上的魅月说道 魅月看起来已经将来整只鸡 是进了腹中 魅月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着姜诺两人离开 姜小姐她我们 韩志鹏见姜诺安然无恙地走了过来 连忙问道 你们继续在这里守着 记得把看到的情况告诉我 姜诺说道 好嘞 韩志鹏乐呵呵地又蹲在了安全范围内 夜色中那名厉害的女诡异 已经消失不见 姜诺回到住处的时候 恰好收到了秦萱的毁电 你没事就好 段应辉已经过去了 秦萱听到姜诺的声音 她总算放心下了 嗯 小曲在我身边 你不用太担心 导师段应辉 太让人看不清 姜诺说道 我想她也是将为自己做打算 秦萱想起刚才在会议上 段应辉的发言 不由地说道 为自己做打算 嗯 人类会死 可死后会有化为诡异的机会 段应辉若是化为诡异 不知立场会如何 秦萱的话提醒了姜诺 姜诺这才惊觉 是啊 段应辉运筹帷幄幄了这么久 她真的是在心甘情愿地交代一言吗 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两人在电话中聊到深夜 姜诺这才觉得困倦 姐姐放心休息 我会替你看着 谁也不能来带你离开 小曲干脆坐在了床边 认真说道 我总觉得今天晚上还会发生什么 姜诺望着窗外 那种遗漏了什么的违和感再次来袭 她已经完全没有了睡意 哀和姐姐在一起 很难有表现的机会呢 小曲说到什么意思 姜诺扭头看向一脸神色莫测的小曲 难道她也发现了什么 姐姐还记得上次卢总你的好名吗 蔚月的身上 有和她一样的味道吗 你说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小曲问她原本想要自己想清楚联姻 但是看起来姜诺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 诡异身上也会有特定的味道吗 姜诺神色严肃了起来 诡异身上不会有自己的味道 但是如果他们去过同一个地方 碰过同样的东西 就会有一样的味道哦 小曲解释道 也就是说 雷月很有可能与好名 也就是宁海亭有着什么关系 她接触过家族 雷月是段应辉的契约诡异 她所做的事也都和段应辉有关 姜诺难难道 她思考着几人之间可能会出现关系的原因 可却完全没有头绪 能与家族的诡异接触后 还全身而退的诡异 雷月可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存在呢 这样的诡异 竟然在一个将死之人的下面 真是可惜小曲说话的模样 有些人小鬼大 但是姜诺听后却笑不出来 段应辉真的快要死了 一直到第二天一早 姜诺只在房间里做了简单的休息 就已经恢复了体力 想起和秦仓海约定好的早茶时间 她干脆带着小曲一同前去了 秦仓海看到小曲有些惊讶 但是她并没有生气 而是说道 有生之年 竟然能看到诡异吃起来人类食物 真是让人惊叹啊 小曲的面前摆放着豆豉针排骨 虾嚼以及黑椒牛排 虽然都是热气腾腾的食物 可她确实的不亦乐乎 小曲的确不爱吃生食 只要是荤菜 她就能接受 姜诺笑着说道 秦淑月进来的时候 正听到姜诺的这句话 她手中的餐具掉在了地上 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她睁大眼睛看着小曲 脸上也满是惊讶和欣喜 姜诺看到这样的秦淑月一阵紧张 秦淑月在洛阳城行政部工作 她是见过不少次理举的 难道她发现了小曲的真实身份 书月你怎么搞的 秦淑月还怕吓到客人 扁不住数落 只见秦淑月快步冲到了小曲面前 说道这是不是就是说明 人类和诡异其实是能够共存的 诡异可以吃人类的食物生存下去 诡异根本不用靠吃人才能活下去 她的话让在场的人都惊讶了起来 姜诺心中的坦克 这才停止 原来是因为这个 如果按照小曲的习性的话 的确如此 姜诺回答道 小小曲小朋友 阿姨这么说虽然有点不礼貌哈 但是你真的没有吃过人 秦淑月迫不及待地问 小曲从蒸排骨中抬起头来 她看着秦淑月 眼中的冷意却没有浇灭秦淑月的探索热情 似乎不回答她就不会离开的样子 我只杀毁人 人类身体里那么多的排泄物 恶心小曲回答道 听到小曲这么回答 就连秦沧海也觉得不可思议起来 诡异竟然会觉得人类恶心 怪不得你能进入祖宅 昨天晚上的那个美女诡异 根本没有办法进来呢 秦淑月都忍不住拍手叫好了 她突然觉得这样子的小曲好可爱 于是忍不住上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小曲的忍耐已经濒临极限 就在她伸出手的一刹那 哼的一声被姜诺按了回去 姜诺在接触到小曲之后 力量大到惊人 她一个没注意 小曲面前的盘子都被击碎 在重脸的震惊目光中 小曲抬头看着姜诺 眼中惩满了委屈 明明被骚扰的人是她才对啊 其意你分析我很赞成 但是小曲虽小 她毕竟是诡异 有时候的行为出于本能 若是太靠近 我担心她会伤到你 姜诺解释道 秦淑月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她刚刚竟然对一个诡异孩子 生出了亲近之情 如果不是姜诺出手 恐怕这与她只见过两面的小诡异 就要对她不利了 不过姜诺的力气这么大的吗 是我的错对不起了小曲 以后阿姨不会这么冒犯你了 秦淑月的态度良好 秦苍海立刻又让人准备了 试探针排骨摆到了她的面前 小曲脸上的怒意这才消散 怎么了 秦淑是最后一个赶到的 看到庸人撤掉的碎坎子后 也不由得问道 没什么事估过 我刚刚失误了 秦淑月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我有一个朋友在总数工作 她一直在研究人类是否能和诡异共存 之前我还觉得她在研究无用的东西 但是看到小曲后我明白了她的想法 如果这个想法成真 或许我们人类和诡异之间真的能够互相救赎 人类和诡异之间互相救赎 这是姜诺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 虽然我觉得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需要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我是愿意的 姜默说道 不过眼下她好奇的事 并非是这件关于将来人类命令的事 而是关于总数段应辉的 秦淑刚才忙完过来 就是为了通知姜默这件事的 昨晚会议结束没多久 段应辉就晕倒了 到现在还没有醒完 也就是说那年你契约诡异 还在组斩外面 秦苍海闷 昨夜的事情她也已经知道 魅月袭击了他们的一个门房人员小刘 小刘虽然没有大爱 但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到现在还在高烧书的虎话中 而事情的始作俑者段应辉 却一直没能出面 秦淑点了点头 她还在附近 但不愿意与我们接触 魅月像是消失了一样 见了身影 但是身没半鬼的秦淑能感受得到 她就在附近 发生这样的事 咱们也不能把段数长送出去 这样会要了她的命的 可咱们总不能拿自家人的性命去开玩笑吧 秦淑越说道 段应辉的契约诡异 只收取人类血液 这已经是他们内部人员中 所知道的公开秘密了 以前会有总署的志愿者 甘愿贡献自己 但是魅月对血液的需求量太大 死了一批志愿者之后 这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献祭自己了 献祭什么的 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的事 可段数长 她的确做过很多卓越的贡献 如果不是她 下国人类已经死伤无数 唉 秦淑还叹了苦气 有功有过却又无可奈何的领导者 这也是他们秦家 她一直不愿意完全归顺于总署的人因之一 秦家的守卫都是他们培养起来的自己人 若是现在拉出去献祭一两个 谁也不忍心看着这么荒唐的事发生 听到这里 一直没有说话的姜诺 看了秦萱一眼 秦萱立刻会议 这件事先交给我 秦萱说道 你有办法 秦淑越狐疑的问 秦萱点点头 前几日去那边的时候 恰好顺手带回来了几只活的家禽 也许能简然没至极 那你怎么不早说 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好啊 秦淑越听后立刻放心了下来 秦家人相信因果 只要不是拿人去送命 他就不担心这额外的因果会应在秦萱身上 因为稀有所以保密 秦萱的回答非常流畅 以至于在场的人除了姜诺以外 都没人听出来一场 你能把他引出来 一顿早茶结束 姜诺和秦萱走在秦家祖宅的路上 他刚才暗示了秦萱 前一夜他已经尝试过 安全屋后院的积压 的确可以成为魅月的食物 而秦萱的回答也没有惹人怀疑 现在的他们 就剩下引出魅月了 我大概知道他在哪里 但是他出不出来 秦萱的话被一旁的小曲打断 姐姐要是求我 我可以当劳 小曲一脸傲娇的说道 姜诺知道他还在为刚刚食生起 要不你先把成主府欠我的钱还上 姜诺提醒道 其实要让他出来也很简单 我这就去 小曲立刻改口了 姜诺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知道成主府穷到了极点 三人来到秦家祖宅外的时候 门外已经空无一人 从昨晚到现在 根本没人赶出门 秦少你这是 韩志鹏站在眉眼下 不放心地劝阻道 他们都知道 祖宅外有一个会吸食人写的强大诡异 包括那些来开会的总署人员 和洛阳城的管理者 没有人敢露头 秦少那是大鬼 我们无法预测他的真实实力 一直在外出任务的明仙也劝阻道 他是秦家培养出来的精英人物 对于魅月的存在 也是略有二难道 在他看来 他们都不是魅月的对手 这件事必须由秦家解决 我不去谁去 秦仙挥了挥手 事宜重人不必担心 他走在最前方 或者身后的江诺 小举则慢悠悠地跟在后面 三人这样奇怪的组合 很像是一家三口 韩志鹏担心地看着三人 消失在视线里 他也想要跟上去 可是秦轩已经对他们下了命令 必须死守在祖宅内 三人走过了一片茂密的丛林 江诺知道 这丛林乃是秦家设置的障眼法 果然在秦轩走过几处特殊的地方 又默念了什么之后 他们的面前 已经变成了一片荒芜 如同洛阳城城外的迷雾之地 小举在迷雾中 化成了李举的模样 李举出现后气势全开 他带着两人走向一片浓雾中 不知过了多久 他停了下来 原来你叫魅月 昨日我们交过手 海内分出胜负 你的主人在那里面生死未卜 你就不怕永远等不到他 李举说吧 迷雾中突然一道红光闪现 秦轩立刻警惕起来 他又感受到了那种磅礴的力量和怒气 我必须要找到我的主人 我必须要找到他 如果他不出现 如果他不出现 一道鲜兽的身影出现在了浓雾中 魅月像是活在古堡中的落滥里骑士 他的肤色已经近乎惨白 眼神中满是饥渴 三人中唯一的人类江诺 让他忍不住露出了獠牙 看着梦露凶光的女诡异 江诺已经感到遍体声寒 并非是因为他害怕 而是身体不由自主而做出的生理反应 魅月很饿很饿 他能在瞬间将她系成干尸 你最好收起你的尖牙 我承认你厉害 但我也一样可以吞噬你 李一举发出一阵属于诡异的怒吼 那吼声响彻天地 你这么一直看着我也没用 我叫江诺 昨天晚上的食物好吃吗 江诺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问道 魅月昨晚刚吃了一只他头胃的小鸡 在他说完 魅月的獠牙又忍不住露了出来 我想要知道 你昨天去了哪里 又遇到了谁 江诺只是尝试着问道 魅月是他人的诡异 他这样问或许什么也问不到 没想到 魅月却回答了他 我去了北山之巅 有人违背了和主人的承诺 需要付出代价 北山之巅江诺 不知道这是否和北山承诺有什么关系 北山之巅是几大家族所在地 也是他们隐秘地 秦仙眼中露出震惊 魅月既然能够轻易的去往北山之巅 那你最后成功讨回代价了吗 李一举问诡异 若是违背承诺 不会有什么反式 但是可能会被讨回一定的代价 前提是对方的实力在他之上 自然成功了 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主人 他需要付出我的酬劳 我必须找到我的主人 魅月说道 你去了宁家 并且打败了宁海亭 对吗 江诺问 这一次魅月只是点了点头 但这已经足以让江诺震惊 看着这样的魅月 江诺当面拿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十只大公鸡扔给了他 作为回答我问题的回报 这些给你江诺的话音刚落 魅月变化作一道残影 扑向了那十只油光发亮的公鸡 原本四处逃窜的公鸡 在那一瞬间仿佛无法动弹一般 全都落入了他的手中 丽齿之间咬断脖梗 滚烫的鲜血涌出 又被迫不及待的引入他的喉管 咕嘟咕嘟空荡荡的荒地上 鱼鬼一饥渴的进食着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十只攻击就被吸食成为了干瀕的尸体 魅月看向了江诺 没有说话 你的主人也许很快就会出来了 江诺这是说道 魅月仍就一动不动的看着他 似乎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 我想这些应该过你撑上一段时间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江诺说吧 转身离开 我以为姐姐会让他不要杀生 小菊有些诧异 他们这就回去了 我不是他的主人 有些事我也不能断言 但是也许这件事是冲的我来的 江诺说道 你发现什么了 秦轩听后眼神一冷 冲着江诺来的 怪不得在此之前 他总觉得有些事情巧合太多了 没什么 我也只是猜测 或许我们要去见一见段英辉段手掌了 江诺说道 他们现在并非是在副本里 无需遵守过多的规则 有些话他想要直接当面问出 好 秦轩也打算等见了段英辉之后 小菊的声音叮咕 眼神看向前方的冲雾 谁来了 江诺似乎并不意外 哦哦哦 我们又见面了 我亲爱的外甥女 你说我这样叫你对不对呢 带着细屑的声音出现 江诺和秦轩都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是好宁也是宁海亭的声音 谁是你外甥女 我可不认得你 江诺斥则道 你不是人的 他为什么要造你姐姐 理取啊理取 你若是能够好好待在洛阳城也就罢了 偏生要生出一些不该有的举动 你说我要不要代表农家 直接灭了洛阳城呢 黄蜂夹杂着凌厉的潮湿气味 扑灭而来 农怒已经散开 宁海亭出现在了其中 他穿了一件质地优良的白色衬衫 领口挺阔 他的五官较为深邃 看起来与长相温满的宁海珠 没有半点相似 特别是那么带着轻视的愤怒的眼神 又仿佛在为今天的相遇而兴奋着 果然是家族吗 小举神情一领 他一直不相信洛阳城外的那层禁制 是家里连为了囚禁他而设的 现在的他意识到 那是宁家家族的人 为了防他而设立的 他们要让他永远困在那里 不会对家族里的人产生半点威胁 宁海亭一声冷笑 我只是有些生气 上次竟然让你们两个逃了 是谁告诉你们的 你们不可能想出走出那里的方式的 他之所以留下两人 在自己的假想副本中随意走动 也是因为他一直把两人 当成瓮中之爹 他坚信江诺和秦轩走不出那里 他坚信他能耗死他们 可是他们竟然那么快的就离开了 你是不是太低估人类的智慧了 也太自以为是了 秦轩也说道 他们自然不会攻出陆幽 这对他们没好处 你们不说的话 那不如就再进一次吧 我为你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玩的副本 我不杀你们 也能慢慢的玩死你们 宁海亭挥手施展着古怪的动作 江诺和秦轩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 上一次他们有陆幽相助 但是这一次要是再落入宁海亭的手中 说不定就在劫难逃了 也就在这时 空气中突然淋漫起了一股血腥味道 宁海亭的动作明显一阵停顿 他浪向抖出 魅月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的身形过于纤细 在那片雾里显得更加单薄了 和他浑身的力量却不容忽视 还未靠近 便让江南感受到了浓重的危险感 魅月你还没消失 宁海亭用阴沉的眼光看着魅月 如果说江诺和秦轩的桃力让他生气 魅月的存在就是让他最恨之入骨道 还不够魅月说道 什么还不够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已经没有余力了 这次我可是特地来给你最后一击的 宁海亭说完 便伸出力找长魅月扑去 秦轩拉住了想要上前插上一脚的小举 嗯 先走 江诺捂好了自己身上的背包 诡异求理正是宁海珠 他乱乱不能让宁海珠被发泄 也许是魅月的攻击足够有效 也许是俩人势均力敌 三人直到回到祖宅 那 宁海亭也未曾追来 你先进去这里我来 秦轩也知道江诺在担心什么 现在已经送江诺回到祖宅 他也不能再措施这好时机了 宁海亭必须死 你去哪 江诺还未来得及来下 秦轩便朝刚才回来的方向冲了出去 不光是秦轩瞬间离开 江诺发现就连小举也不见了 江小姐发生什么事了 宁轩和韩志鹏等人一直守在祖宅入口处 他们刚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秦少又单独离开了 遇到了点麻烦 江诺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只是用最简单的几句话解释了一遍 诡异家族的人来了 韩志鹏震惊地叫出声来 让他去吧 相信他也是有一定的把握才冲过去的 怎么该相信他 秦淑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 他的脸上也写满了担心 但是他也一直记得 秦轩的命是江诺给的 如果不是江诺 秦轩早就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江诺没有说话 他静静地站在屋檐之下 眼睛紧盯着两人离开的方向 一阵轮子转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江诺转头发现正是坐在轮椅上的段一辉 他看起来更加虚弱了 他的脸上写满了歉意 事情我都知道 这件事是由我引来的麻烦 段署长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汤部长推着段映辉 联邦说道 您可是咱们人类的大功臣 要不是您的族制多谋或本领 咱们下国的人类联盟 根本不可能成立啊 段映辉听后摇了头道 魅月的能力 偿忽了我的想象 我已经连累了不少人 或许该由我亲自了结他 了结秦淑月和段映辉打过招呼后 疑惑地问道 身为契约诡异的主人 段映辉回答道 您的契约诡异魅月 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汤部长猜了猜脸颊上的冷汗 他们早就听闻段映辉的契约诡异无比厉害 但最强武器什么的 听起来也太让人担心了 嗯 他的确有那么厉害 他很快就会回来找我